139 《聯合報》 明星發聲明汪峰最臭李亞彭心情 2015年7月4日影視 《消費》 《一王衛林》報導 圖 外語風波語演如烈 為防罪強小三再有動作 圖 發布聲明 表示將對楊子晴一事採取法律行動 明星預示 無論大小街發聲明表達立場 捨得好可為人氣加分 弄巧成絕反成笑鏡 大陸歌手汪峰的工作團對日前在微博發問 引用2015年中國現場音樂產業報告數據 稱如果沒有汪峰 大陸樂壇盡失半壁江山 慘不引導 引發外界歪言 卻被綠媒打臉引用不正確 該報告稱汪峰佔去年大陸歌手歌唱票 防成長幅度的47% 並非是整體演唱會票房的47% 他被網友條罕委汪半壁 今年5月 范冰冰反擊黃絲衝暗指其與男性關係複雜 冰神戀男主角李神與前女友切割 吳震與兒子廢馬眼角受傷事件 欠讓湖南衛視與曹格都發出聲明 馮少峰與毅尼分手後 對不實謠言同受的蓋 讓疫情清不雅是憑 還有書奇改國籍事件聲明 明星無論是戀愛分手 或是捲入醜聞 爭議事件 最常見的就是透過聲明表達立場 加上近年社群網站發達 明星在微博 臉書的發言 都能視為聲明 黃絲衝在微博公開指范冰冰與紅金寶 黃學銀等有特殊關係 范冰冰工作室取即發聲明 卻對律師涵與聲明傻傻分不清 寫成不倫不類的聲明涵 被大陸法界人士調刊或社添足 通篇流動 加上他將聲明矛頭指向媒體 卻對黃絲衝隻字未提 網友質疑他不敢惹黃絲衝 好的聲明能對業界產生影響 范冰冰去年與大陸編劇於政的侵權官司 起源於范冰冰在微博發表的社級廣電總局的一封公開信 該文一出 讓演藝圈不小看不慣於政的編劇紛紛寸聯聯署 網友也一面倒之似瓊搖 分手聲明如何發得好事學問 黃妃前年與李亞彭離婚 他在微博一居這一世 夫妻願盡致此 我還好你也保重 簡潔有力為婚姻畫下句點 李亞彭隨後發微博放手 是我唯一所能為你做的 雙方未惡然雙向 被贊是離婚無犯 斬斷三年情的馮少峰與毅妮 分手後留言四起 兩人口敬一致 對外發聲明澄清是和平分手 降低分手所帶來的衝擊 冰神戀仁愛後 前女友張興宇繳局 讓李臣偽然發聲明 Veer files.AD